智希也被騙過 跟智希慢慢的不聯絡了 說一說本尊就來了 受害者來啊 受害者來啊 抱歉你的鼓勵感覺 不是啊 不是 可以坐那個 還在煙黃瓜咧 香港大樂透公司的 主任級的主管 被我找到他的原圖了 我真的有跟本尊照過一下 烏克蘭跟泰國在戰爭 達到460萬美金 要來見我 然後跟我結婚 and you what you don't believe in me 又好想到20萬 我就想到一個故事 智希也被騙過 他也是20萬 你是認鼓嗎 認鼓 智希是認鼓輝坦 也是鼓 有看鼓 他也是認鼓 鼓輝坦 因為那時候有一個詐騙手法 他是一開始是說 生前契約 他賣生前契約 他一開始是先說 因為會有通膨的一年 兩趴的通膨 那你現在先幫你自己 買好你的生前契約 也要不要麻煩人 可能過三四十年後 你走了 你的小孩子也不用負擔 這一筆錢 現在只要4萬塊 你就有一個位子 還有鼓輝坦 很便宜 很便宜 他買了五個 他就先買了 這個叫做一般會員 他買了這一般會員之後呢 過了兩天 他又到公司去的時候 他又跟你講說 我們現在有一個機制 叫S級會員 你可以一次 先買五個位子 五個鼓輝坦 然後呢 你要再拉你的朋友進來 然後只要他只要買一個 你就可以分紅 獎金 然後他如果也加入 你的朋友如果也加入 S級會員 他再賣出去的 你就可以分紅 就跟直銷一樣 會有上下線的那種制度 對對對 而且我們這公司才剛開始而已 你現在絕對是最上面的上線 你下面朋友 只要一個拉一個 一個拉一個 這老鼠會 你一定每個月 很甜啊 因為大家都會死嘛 後來 後來他就開始慢慢這樣做 想要經營這一塊 很有信心就說 我覺得我可以 這是個很好的 我覺得他開始勸旁邊的朋友說 可莉姐 我跟你講這個怎麼樣 一個說說服 兩個說服 也真的加入 後來有些人就覺得有問題 他們就退了 退了之後呢 就跟智希慢慢的變 不聯絡了 然後智希也覺得說 好像是不是被騙了 後來他們去查 果然有一些新聞跟消息說 這個是一個雜騙 那怎麼辦 這是不能說人家的壞話 說一說 本身就來啦 受害者來啊 他就被他姐姐抓著 到那個公司 把他該拿的拿回來 他也不再說 因為做這事情 朋友都跑了嗎 他覺得他人員越來越差 後來他就抱了一個骨灰潭 回家 不是啊 不是 骨灰潭 不是一個位子嗎 對啊 位子在哪 天啊 位子你要怎麼抱回去 所以連那個位子都沒有 那些東西全部都是假的 但是骨灰潭 你從頭到尾 你買了那個生前契約 你不會去看到那個位子在哪裡 但是他公司滿滿的骨灰潭 都漂亮 拿回去放茶葉啦 沒有 還可以做那個 還可以淹黃瓜 對 愛到鬼遮眼 我最愛你 讓我手投緊 真的啊 我覺得這裡面 感覺劉曉昱會有這種故事 我也覺得會是他耶 不是他嗎 因為你很漂亮 但是我不得不說 我有兩段故事 是跟詐騙有關係 是在我的IG 就是私訊我 然後就說 你的眼睛很迷人 有人這樣跟你說過嗎 這句我沒有聽過耶 耳根子軟的人 就會覺得這個人很有禮貌 眼光還不錯 好 我們來看看他要聊什麼 好 然後之後就跟他聊了 大概一兩天以後 他就開始就報告他的 自己的什麼職業啊 身分 他就說他是 香港大樂透公司的某職 就是主任級的主管就對了 有成就 通常都講很大 香港大樂透 其實我就已經有點戒心了 因為太多詐騙都是什麼 香港大樂透啊 不然就是什麼賭城什麼什麼的 我就說那所以呢 他就說 我知道你不相信 然後他就傳了一張團體照給我看 你看喔 金沙中國 很有説服力啊 很有説服力有沒有 各個長官有沒有 待一起拍 然後他在最旁邊 就是他的臉跟脖子的部分 其實是有一點怪怪的 感覺像貼上去的 對 感覺很像貼上去的 我就想說好啦 Google大神很厲害 我們Google不是有以圖找圖 這些事 對 我就一直找一找一找 真的 被我找到他的圓圖了 圓圖是下面這一張 真是找得到喔 不同的人 他是貼上去的耶 是不是 是不是上面是有一點怪怪的 上面的顏色也不太對 天啊 脖子跟臉的顏色是不是怪怪的 我就直接把照片傳過去給他 我說那這張圖的這一位是 好啦 立馬封鎖我啦 當然啦 這個事情我也就不宜 我就想說好 那就算了 好死不死某一天我在IG 我自己的朋友 我真正認識私底下的朋友 跟他拍合照了 然後他其實是某一個 他是賀差福的也是頂級 也是真的是 人家真的是總裁級的人物 我就說 這個人是你朋友嗎 他說對啊 這是我們總裁級的人物 而且是我很好的朋友 我說那我可以跟他約 私底下見面一下 我們大家出來認識一下嗎 結果真的 他因為身材也很好 然後又事業有成 然後又長得帥 他的照片跟IG裡面 所有的東西都已經被人家盜用 很多東西 天啊 原來 所以他也是受害者 所以我就是以圖為真說 我真的有跟本尊照過下 所以要告訴大家 眼睛真的要放亮一點 不要這麼容易被騙 你看我們藝人 都有可能會被人家搭賽 更況是私底下的平凡 大頭照是這個 然後告訴我說他是開飛機的 穿這個衣服該合理 相信嘛對不對 好 然後因為所有的聊天 他都是用英文 他都是用英文 因為他說他在美國 然後就講了他的故事 就是他被他的好朋友 就是他本來結過婚 然後他的好朋友 就是後來跟他老婆在一起 然後讓他很傷心 然後他又想要離開 現在住的美國這個地方 然後想要找一個人 好好的跟他結婚 組織一個家庭 然後好我就說 這個人好像蠻有誠意 那我年紀也四婚年齡 好就聊了大概三四天 然後那一陣子 剛好烏克蘭跟泰國在戰爭 這位仁兄就厲害了 他就傳訊息講說 他要被徵召去要開飛機 要幫人家開飛機 然後簽了一年的合約 這一年的合約 他可以如果就這一年 開完飛機 他可以拿到 對他都已經想好 他那個460萬美金要怎麼用 他要來台灣 第一件事情就是要來見我 然後跟我結婚 然後弄一個很棒的婚禮 然後就講了話很大的大餅 然後好啦我就在想說 那這樣子我是不是應該要看一下 你視訊才知道是不是真的 然後他就跟你講個很正常的理由 他說因為我現在在戰地 在戰地 我不能隨時用那個通訊系統 萬一被敵方發現的話 我很有可能就會被怎樣殺 就是被殺了被追蹤啊什麼 我也覺得欸 蠻合理的嘛 我說可是那這樣的話 那我又沒有看到你本尊 然後又沒有跟你講到話 我怎麼知道你是真人還是假人 他就可能為了要騙我的錢 還是怎樣 他說好 我今天會找一個時間點 就為了要讓你相信我 偷偷傳言 偷偷的打LINE的電話 啊 我不是想說欸 那這樣 先讓你們看一下 他的粉絲 好帥 這要不要聊 一定要聊 好啦 這好像金子銀行的那種有沒有 對啊 小姐妳要買的金蟲是他的喔 約好了時間 然後那個時間 譬如說約了七點 然後七點打電話來 我就很開心 我就想他是純美國人嘛 美國人講話 就有美國口音 我們應該都聽得出來 然後一打電話 哈囉 他就 哈囉 他就說 寶貝 美帝 It's me And you What you Don't believe me 哈哈哈哈 這什麼泰國 泰國口音 我這個人就大鳥 你知道嗎 我就說 我說What 我說Who are you 然後他就一直想說 I am Andrew And you I am Andrew You love her You love her 哇 然後我整個的超火 就直接把電話掛掉 我心裡就在想 我的美夢完全毀滅了 哈哈哈哈 這個帥哥去哪裡了 那你沒有去Google 有 Google 真的是機長 而且30幾歲 人家女朋友長得很正 是 對 真的是機長 你應該早一點Google 就不用浪費時間 重點是他 我是這個我是比較晚才查到 我當初查的時候 還沒查到這個人 對 然後後來查到以後 我發現他在美國 不是他在 開飛機 然後也是粉絲超多人的 上百萬的粉絲 非常紅的一個機長 是喔 對 然後他也有 就是官宣講說 就是他的照片跟他的影片 都已經被非法 已經不知道被複製 盜版多少次 請大家千萬不要相信 嗯 好不好 記住這個帥哥 就是還是會誇張